由上海复兴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首批93.2万剂复辟钛疫苗 2号上午终于抵台 很快就可以服务台湾同胞 此前千方百计阻挠复辟钛疫苗入岛的民进党当局 却恬不知耻地出来抢攻 台媒惊奇地发现 当疫苗从飞机运出时 复辟钛三个字消失了 这种政治心谋作祟的丑态 充分暴露在岛内民众面前 下面请看张亚静 张雍培的跟踪报道 据台媒报道 这批复辟钛疫苗在卢森堡机场上货时 冷冻柜的外观上挂着写有简体中文字复辟钛字样的标签 但是从台湾机舱卸下时 标签已然消失不见 台媒直言 是民进党当局指使机场地勤人员刻意将标签拿掉 属于违规操作 这种偷偷摸摸鸣苟道之举 凸显了民进党当局这帮政客 逢中必反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香港中评社指出 拆除标签又如何 复辟钛仍然是复辟钛 愈掩饰就愈多人知道 而在迎接复辟钛疫苗抵达的现场 台湾红海记永灵基金会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慈济基金会 均对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协助安排复辟钛疫苗 提前供应台湾地区表示感谢 然而在场的台湾地区防疫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却硬是对复兴医药几个字 只字不提 不仅如此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抢工 她说是通过所谓公私协力争取到BNT疫苗 也刻意对复辟钛只字不提 对于民进党当局出来收割成果 岛内网友早已看破其真面目 有人讽刺称 公私协力超恶至极 民间出钱出力 公只会不断卡关设障碍 最后再幻化成收割机 在复辟钛疫苗即将提前入岛的消息传出后 台湾民众连日来踊跃登记预约 对于复辟钛疫苗的接种 民进党当局也是充满了算计 据台湾媒体报道 首批复辟钛疫苗将优先安排12岁至17岁的在校学生接种 其余将优先提供已登记且尚未接种过疫苗的18至22岁民众 此举引起岛内社会质疑和不满 有舆论直指 民进党当局就是为了拉拢岛内年轻人 提升自己的支持度 可见在民进党当局心中 自己的政治私利远比岛内民众的生命健康福祉重要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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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